首次上稿 19点42分更新时间 20点36分 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中台马利亚暴风圈今下午5点接触宜兰陆地 宜兰西巷战预估 全县最大阵风交达11级 大同乡英式村英式部落 南澳乡金阳村及五节乡五节 校威村 共撤离278人 宜兰县政府宣布 根据气象局资料 明日台风影响剧烈 达停班停课标准 全天停班停课 根据县府灾烂应变中心资料 全县中国鸡鱼工 南方澳共安置39船 安置78人 大西则安置20船 安置27人 巫石港安置30船73人 更方安置24船86人 即113船264人 外籍船员安置情形 南方澳安置72船140人 大理三船8人 巫石港十船17人 更方五船11人及十乘一船一人 共91船177人 海巡署口头劝离关浪民众及吊客70车550人 根据宜兰气象战指出 马利亚7级暴风圈今下午5点接触宜兰陆地 宜兰地区最大阵风将从今午夜开始将达到11级 平均风速则约6至8级 今晚间8点至明日晚间8点平地 预估累积预量达100至200毫米 山区则约150至250毫米 预计明日中午以后 暴风圈脱离 风雨才会逐渐减小 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解释 依据中央气象局资料 宜兰县明中午之前预测风力仍达厅班课标准的期级以上 考量民众需时间灾后复原及整理 才会宣布全县各机归学校停班停课 台风是无情的 陈金德指出 县府评估是否放假 是以把灾害将到最低为标准 大自然的威力无法预测 让民众有时间准备防灾或者做好复原工作 是县府评估是否放假的主要考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